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 即使从今天总共有5点的优惠 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 王道银行的彩虹卡 一般消费可以向有10%的现金回馈 接着呢 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全银加配最新推出来的注册优惠 紧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永丰55688点名卡的独家加码 还有呢 要来跟你们分享 玉山优备的新办卡 不分心旧户自动价值 可以向有10%的现金回馈 最后呢 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Ratron的符合条件 在指定的电商平台消费 可以向有8.5%的现金回馈 如果说你想要寻找一个 全方位的高火属账户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申办将来银行 你今天在6万块以内 可以向有3.2% 超出6万到30万之间 可以向有1.4% 而超出30万 则是可以向有0.9%的活出利率无上限 每个月呢 可以向有跨转66次 以及跨提6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除此之外 你今天利用他的签帐金融卡 在一般消费 可以向有5%的点数回馈 其中加码4%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 江南银行在下半年 我真的找不到 不申办他的任何理由 不管你今天是小资族 或者是资金大户 江南银行 都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全方位推荐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 是王道银行的优惠 目前是高到今年的10月31号 你今天老师利用王道银行的彩虹卡消费呢 都可以向有10%的现金回馈 这10%属于抵押式 包含这张信用卡 本身想有的0.8%现金回馈无上限 再额外加上活动加码的9.2%回馈 这加码9.2%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086块 彩虹卡是一张认同卡 你今天老有消费 他就会捐赠你消费金额的0.2%到同志咨询热线里面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申办过 王道银行透过0.3%符合条件最高 可以拿到486元哦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 全益加配的活动 目前就过到今年的11月1号 你今天早是首次作册 并且绑定指定银行的信用卡 消费满额就可以向有50元的出资金 首先你今天老绑定玉山 或者是台信银行的信用卡 单币消费满100元呢 就可以向有50元的出资金 在于玉山银行的部分 他是限量1万名的名额 在于台信银行则限量5000名的名额 玉山银行的部分 我这边会推荐你可以绑定玉山数位 一卡你今天只要登录呢 就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在台信银行的部分 这边推荐你可以绑定Richard的GoGo卡 你这道符合低销条件呢 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是绑定国泰市华 或者是中信银行的信用卡 单币消费满200元 可以享有50元的出资金 而在于国泰市华的部分呢 他限量5000名的名额 而在于中国信托 则是限量1万名的名额 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今天透过零件注册的全益加配 就可以在额外享有一杯全益的中杯美式 这些新户的优惠啊 都是可以互相叠加的 所以啊 如果说你之前还没注册过全益加配的话 不妨透过这次活动把它注册下来吧 接着呢 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永峰55688联名卡 所推出来的独家加码优惠 目前是共同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不分心旧户透过零年申办呢 在合卡30天内任意消费一笔 就可以想要100元台湾大车队的乘车金 这个独家加码优惠呢 是可以跟这张信用卡本身的手刷里进行叠加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新户或者是旧户啊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申办啊 其实回馈是最大化的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信用卡 目前能够到明年的3月31号 你今天呢 在一般通路可以想要2%的点数回馈无上限 而符合条件呢 那在一般通路则是来到了7%的点数回馈 其中加码5%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6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2000块 它的条件就是你今天必须搭乘台湾大车队 并且利用这张信用卡绑定APP成功进行扣款 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今天在指定交通上面消费 可以想要5%的点数回馈 其中加码3%每个月的回馈上限3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万块 它指定交通包含了加油站 高铁以及呢航空 所以如果说你在寻找一张公告到明年的加油信用卡的话 其实呢 这张信用卡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今天在12月31号之前 申办这张信用卡 搭乘台湾大车队啊 都可以想要15%的点数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60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4000块 所以啊 如果说你很常搭乘台湾大车队 其实这张信用卡真的不容小觑 那我也提过很多次啊 这张信用卡算是一张非常冷门的隐藏身卡 因为它这一般消费可以想要2%回馈无上限而符合条件 回馈则是来到7% 其实算是非常不错 虽然说这张信用卡是回馈点数 但是它点数啊 是可以拿来折抵账单 所以你可以把它试成是现金回馈哦 所以如果说你在寻找一张公告到明年 而且回馈不错的信用卡 其实我自己还蛮推荐 永丰55688联名卡的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 玉山优贝尔活动 目前就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从11月1号开始 你今天早是先生办玉山优贝尔 在合卡60天内啊 自动加值都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总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000块 这个活动呢是不分心救护 你今天早是生办章信用卡呢 都是可以想要这个优惠的 如果说你今天在登录悠悠父所推出来的活动啊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的回馈加码 那这个活动啊 目前一样也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早就利用悠悠卡在当月啊 累计消费达到2000块 就可以想要100元的回馈相当于是5% 这个活动是需要登录每个月限量5万名的名额 但是啊这个活动并不是先想先演 而是看谁先消费到2000元 所以啊如果说你今天是新生办玉山优贝尔 并且又有登录到悠悠父的活动的话呢 最高就可以想要15%的现金回馈了哦 那玉山优贝尔这张信用卡 目前是高到明年的2月28号 你今天早在网购啊 或在行动支付上面消费 都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2%每个月的回馈上加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1万块 但是就算之前影片跟大家分享过 玉山优贝尔已经名列排除 很多行动支付啊跟指定电商的回馈了 包含呢像是玉山湾瑞在便利操商消费 还有呢全宜家配在便利操商以及全店消费 还有呢全支付在全店跟APP上面缴费 以及呢open钱包在便利操商消费 还有其他详细被排除回馈啊 我都会把资讯放在下面资讯 有兴趣你都可以点开观看哦 接着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Richard Google卡的回馈 目前是高到今年的10月31号 你假如是在今年8月以后啊 申办Richard数位账户的人 利用Richard Google卡在虾皮上面消费啊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现金回馈的加码 所以符合低效条件最高就可以来到8.5%的回馈 而这家码5%呢总回馈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4000块 那Richard Google卡呢 你今天必须符合低效条件在虾皮上面消费 才可以想要3.5%的现金回馈 那他低效条件啊 就你今天必须在当月累积一般消费 缴费或者是缴税达到5000元以上 那我这边还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Richard数位账户的部分 目前是高到明年的1月2号 你监造的是新货在30万以内 里面看可以想要2.725%的活出力率 而在于旧货的部分 你则是必须符合条件 在30万里面才可以想要1.185%的活出力率 如果算你今天是新货的话呢 Richard还是算CP值非常高的数位账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8月以后才申办Richard数位账户 又有申办Richard Google卡的话呢 就不要忘记你有这个回馈的加码了哦 那Richard Google卡呢目前是高到明年的1月31号 你监造符合低交条件的话 在指定行动支付上面消费 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4.8%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6250块 而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LinePay 台信Pay以及全益加配 而在于台信Pay的部分 你监造7本缴费或者是缴税 都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注册过Richard Live 透过推荐码注册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点的回馈 接着如果随你点符合低交条件 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则是可以想要3.5%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3.3%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9090块 那指定通路包含了 蝦皮、PC Home、Momo、淘宝等等 好那以上就是这集优惠 其实通常想要来跟你们分享内容 如果说你有其他需要补充 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再留言喜欢 或订阅我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出我每次上线影片 喜欢观众工作生活动态的 欢迎发到Instagram或订阅粉丝尊 可以介绍会员帮助我创造更多 精美优良朋友的信用 我们下期再见咯 白布 其实我发现在下半年 信用卡跟数位账户优惠 好像有一点点越来越好的趋势 但是还是必须等到明年才有办法知道 这些东西啊 到底是短暂的谈话营锡的人 还是它确实是可以越来越好的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从2022年开始 不管是数位账户 不管是信用卡 基本上都是有条件的趋势 那当然不外乎 也是因为各家银行 他们的经营方针有所改变 或者是各家银行 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亏损等等 虽然说今年的银行 亏损的也是蛮严重的 但是还是有升起的影响 所以信用卡的部分不好说 但是在数位账户的部分 如果没意外的话 应该基本上都可以保持着 还不错的活出利率 所以明年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期待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0月中了 也快要11月甚至12月 快要明年了 就是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速 真的啊 每次都在剪片拍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时间真的过好快 一下子就是上半年通诊 一下子又是下半年通诊 然后一下子又要到明年了 而且你就会有一种感触 就是数位账户 他们的变动真的非常的快 不管是数位账户或是信用卡都是一样的 就像很久很久以前 你可能会觉得很神的卡 就是他慢慢云落之后 你就觉得怎么会变那么快 甚至是很久以前 你觉得回馈很高的% 放到现在来说 你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就是我觉得现在 胃口大概好像慢慢的被养大了 就是5%你觉得不是必备的吗 10%你觉得还不错 可能你要到15% 20%你才会觉得非常的好 就我发现大家胃口越来越被养大 之前其实勾勾卡3.5%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神 而且那时候甚至是国泰口口 一出来网购5% 大家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神 但是现在网购好像没有个10% 没有个15% 大家好像就会觉得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改变 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反正就是银行给什么优惠 我们就尽量让自己回馈最大化 找到让自己钱发挥更大价值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